封冰箱的新社葛马兰族人要庆祝正民18年特别举办了系列活动 在21号下午,葛马兰正民影展揭开了序幕 葛马兰发展协会除了文化传承及主与附阵 也推动石冠重返出土地的工作,希望在明年可以完成 三位葛马兰女巫师严谨祭祀宴请祖灵来参加开幕盛会 接着在游部落头目祈求祖灵、庇佑葛马兰族正民庆祝活动都能平安顺利 大雨中的新社半岛充满了葛马兰族人对赋证文化的决心 封门湘新社村葛马兰族人从1980年代开始争取证明 2002年终于证明成功,成为台湾原住民族之一 18年来部落族人积极努力找回市围的传统文化 同时结合学校教育,推动族与附阵 这一次借着正民庆祝活动,办理葛马兰族正民影像展 揭开葛马兰族的文化面向 请剪裁,赴明18周年纪念活动正式开始 除此之外,2014年好不容易向台博馆要回来 列为三级古迹的部落时官 原计划要放回原初土地的位置 却受疫情以及格马兰族群代表风波的影响而延迟进度 因此部落也将在明年度全力来推动 我们的元官也叫鲁当,出土地的地名也叫鲁当 我们的族人一直希望这个时官回到出土地 我们也透过立委的帮忙 跟文资局跟文化部这边做协商 还有我们华联县政府的文化局协商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元官再如果顺利 我们希望明年回到出土地 我相信这是我们部落的期望 借着部落文化影像展的剪彩开幕 格马兰族正民18年一系列庆祝活动也正式开跑 放置在新社半岛的影像展 从今日起展出到明年夏天 另外25号周六也将在新社国小办理相关的新出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共同认识格马兰族的文化 记者是玉兰风兵采访报道